原标题 我们都看过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的内容讲述的,就是女儿找爸爸,夏紫薇带着母亲夏宇和留下的遗物来到京城寻找自己的父亲。当初乾隆皇帝四处留情,一不小心让夏宇和怀孕了,可是这时她不知道,她就回宫当皇帝了。 夏宇和去世之前将事情告诉了紫薇,于是,便有了女儿千里寻爸爸的戏码。 皇帝出去游玩,林姓美女,玩上笼动,这样的事情有很多。 明朝皇帝朱元璋曾经就干过这样的事情,不过,这不是她当上皇帝之后,而是当上皇帝之前。 年轻的时候,朱元璋四处为了生存而奔波。 走投乌路之下,她只好去从军里,打仗是一件会死人的事情,朱元璋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 朱元璋投靠郭子兴之后,便开始跟着打仗。 以此,郭子兴的军队被打败了,士兵们仓皇而逃,朱元璋也是赶紧跑。 他在前面跑,后面有人追,跑着跑着,他就看见一个村落,于是便随意地找了一家进去避难。 事情真是非常的巧,这个家的主人是个寡妇,家里的男人都死了。 朱元璋为了躲避追查,便决定在这里住上几天。 农妇也是很好心,也收留了朱元璋。 朱元璋在农妇家留住了一夜,便和农妇发生了感情的冲突。 次日,朱元璋看到没有敌人,便决定走。 临行前,农妇问了他,我怀上了她的,朱元璋也不是那样的人,如果这个女人怀了自己的女人,